EB2 EB3工作绿卡的PERM申请有以下几个步骤 第一步雇主先要帮你去劳工部递交一个prevailing wage 把你的job duty跟你的一个薪水的这些信息交给劳工部 让他们来评判你的薪水会定在哪一个level 这个完了之后差不多是四个月的时间 四个月之后呢你们雇主还会给你打广告 要会给你做job order internal posting 然后还会让你去报纸上打广告 这些都做完了以后 30天之后雇主可以给你递交一个perm的申请 那这个perm的审理时间差不多会在六个月左右的时间 那这个整个就是你一个递交perm的一个程序